唐卡是藏民族传统绘画的主要形式之一 拉萨的八阔街可以称作是唐卡的集散地 在拉萨的八阔街有许多唐卡画室 只要你愿意便可以随便走入哪家画室 从中你可以欣赏到唐卡绘制的全部过程 唐卡因其使用的材料不同 一般分为国唐和纸唐 国唐是用丝绢绸缎等材料手工绣制而成的 纸唐是用颜料绘制在画布上的作品 唐卡绘画的兴起是随着佛教传入西藏开始的 唐卡在其构图上最常见的技法是中心构图 这种构图方式以主要对象为中心 上下左右展开故事情节 给人一种主次分明形象丰满的艺术感觉 这幅众护法供养佛的唐卡 人物达数百之多 但每个人物都各举特点 而且画功精细一丝不苟 它形象的反映出唐卡在其技法上 有着中国工笔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网站在其技法上 港卡画的题材可以说是 无所不包 但最常见的 还是以宣传佛教教理教义为主的 宗教堂卡 这幅金刚堂卡 无论在构图上 还是在用色上 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这幅堂卡形象地描绘出了 藏密修持的方法 过程和体征